这几天俄乌战争的地面战场依然在焦灼 俄军没能攻下北斗年时刻 乌军也没能收复赫尔松 反倒是在黑海之上却又刮起了风浪 又有一艘俄罗斯海军的舰艇被乌克兰给击中了 6月17日乌克兰国防部宣布 乌军发射了两枚鱼叉反舰导弹 于蛇岛附近海域击中了额黑海舰队的瓦西里贝克号救援托船 命中过程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了 这是事发实物军用TBR无人机拍摄的 后来根据额媒的补充报道 这艘船被命中时共有33名船员 其中23人受伤,10人失踪 而船只本身受损严重,但仍漂浮在水面上 后可能会被托往塞瓦斯托波尔 瓦西里贝克号是2017年才新进服役的 满载排水量1700吨 配有脚盘吊钩起钟机等救援设备 主要设计用途是水下救援和水文勘探 鉴于这个船只的性质 我看到有些搞笑的评论说 乌军不讲武德,竟攻击手无寸铁的救援船 这犹备人道主义精神且违反国际法 各位,最近数不胜数的社会事件告诉我们 流氓只有在他被打的时候才会讲法律啊 打出了人道主义战争 要知道现在在黑海之上 不是乌克兰不想打你的战舰 而是黑海舰队尽存的护卫舰 全都摸在军港里抱船自敌 他只能是来了啥打啥呀 毕竟乌军现在还没到挑食的时候啊 再说这玩意是去搞救援的吗 去救谁,救莫斯科嘛 都成了两个月了 在海底堂明了的莫斯科看了肯定要说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瓦西里·贝克号当时正向蛇岛运送人员武器和弹药 实际上他是以救援船之名 行补给两栖舰之时 该不该打? 当然该打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很有可能并非完全没佩戴刀剑 在莫斯科号归系之后 俄军终于意识到当前黑海舰队的随面舰艇 在防空能力方面都存在不足 所以他们就将陆寄的道尔防空号导弹 直接搬上了海军的军舰 此前集中照片显示 R-160型巡逻舰贝克副号的后甲把箱 就部署了一台道尔M2 很明显 俄军期待届是提升该舰的进程防空能力 而这一次 瓦西里·贝克号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操作 这就属于是救护车上扛大炮 最佳一等啊 那么道尔系统商舰有效果吗? 事实证明没有啊 不要说拦阻亚运处的老款鱼叉了 他连全程跟拍小视频的TBR都没看到啊 想想也不难理解 间谛上小小的空间不比得空旷的野外 它存有大量的电池信号 陆基防空导弹整车上舰 在兼容性方面必然会有问题 对了 说到兼容性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老朋友 Surfshark VPN 和俊不同 它的兼容性就做得非常出色 可以在PC、苹果、手机和游戏机 等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平台上使用 我自己主要是使用Windows系统的桌面版和IOS版 都相当的湿滑流畅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有多少个平台 都是一个账号无限使用 从现在期输入本频道的专属优惠代码 徐某人的拼音 并选择某人的两年套餐 便可享受1.7折的骨折家 外加充手3个月的免费市场 折算下来每个月进去2欧元 与此同时 Surfshark保证 在30天的使用期内 无条件推款 如果你已经心动了 记得一定要查看 本期影片下方的字顶留言 Surfshark VPN 全平台通用的VPN 当然具体瓦西里贝克奥上 有没有带道尔 现在已经史无对增了 就算他没有带 但他被击中时 已经很靠近舌道了 而舌道上同样也部署有 道尔等防空系统 却依然没能防住老麦的鱼叉呀 那么在乌军这边 他的这次攻击能反映出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首先能说明的是乌军弹药不足 这回使用的鱼叉是5月份丹麦全征的 实际部署的只有一辆四连砖发射车 这批丹麦鱼叉导弹属于早期型号 最大射程只有120公里 而且它的威力很明显是不够的 两发下去1700多的船都没打成 综合性能还不如乌克兰自己的海王星 别的不说人家至少能打280公里 两发下去就能报废一条14000吨的大鱼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自从4月份莫斯科被击沉之后 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海王星的消息了 那是因为乌克兰赶在开战前 只装备了一个银 考虑到训练战损故障等因素 到现在恐怕早都用完了呀 所以这批丹麦鱼叉过来 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有无问题 之后肯定会有所升级的 在6月15日美国又宣布要提供一批10亿美元的军援 其中就包含两套新的鱼叉系统 不过可惜的是 整个西方阵营都对这种按键导弹不这么伤心 美国说是只提供发射架 再举头导弹本身都得由盟国去拼凑 而如果在欧洲国家中挑选导弹的话 最合适的是芬兰的鱼叉布洛格尔真诚型 其换装了新的主动雷达导引头 兼具反舰和对地的攻击能力 最大射程也增加到275公里 不过如果放眼全球 其实在东方还有一批现成的弹非常不错 那就是台湾的雄丰山 不仅当量打进度高还超运输 当然了我这里只是幻想一下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不大 主要还是得考虑两人的关系 因为这样一发下去 那可就真的有杀父之仇了 而除此之外呢 用鱼叉打俄舰还有一成生意 其实就在一周以前 普京刚刚撂下狠话 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俄罗斯将打击那些 目前还没有被打击的目标 那么鱼叉算不算远程导弹呢 即便是射程只有120公里的鱼叉布洛格万 也比70公里的海马斯远多了 现在几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普大地打了什么他还没打过的目标吗 没有啊 而且现在的复兰也没有什么 俄罗斯没打过的目标 除了最近到世界各地疯狂拉货 312式运输机 那你就把这飞机打一打咯 如此看来西方国家切箱厂的战术 再次往前切了一步啊 而且他们的刀法是越来越成熟了 仅仅三天之后 俄罗斯在黑海上的石油钻戟平台 也遭到了攻击 又是三发雨昌命中 吴军表示 俄军在这些非法的开采平台之上 部署了军事装备 随后蛇岛上的俄军 也再次遭到了密集的火力打击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攻击武器的具体型号 但据目击者称 飞向蛇岛方向的是火箭弹 而放眼乌克兰的武器库 冰雹的射程不够 龙卷方的射程倒是够了 但精度有限 因此不少分析认为 这是海马斯 在乌克兰的第一次实战 的确 美方此前说 已有60名的乌国军人 完成了海马斯系统的训练 将会在本月底投入战斗 此时拿蛇岛当作舞台排练一番 也未尝不可嘛 而从以上的信息还能够看出 西方给的重型装备援助 在作战上似乎是先骸后路 这就让人不禁感到非常的奇怪 如今乌冬战事震撼 北顿依旧非常危险 为何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 去对付一个孤险海外的小小蛇岛呢 很多媒体一直强调 蛇岛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确实我也觉得它算是个兵家必成之地 但这个话得分两头来说 蛇岛的重要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军事层面 不管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 它对战先的影响都非常的有限 但随着战事日益的胶着化 这个小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从欧洲的地缘角度上看 乌克兰作为一个大型的经济体 若战事绵延日久 它不可能一直靠着国际援助存活下去 如今国土西部和中部的战火已经平息 那么就得想方设法让经济恢复运转 并重新嵌入到世界的需求链当中 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地保持战争的动力 而对于现阶段的乌克兰而言 粮食是唯一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 其粮食出口的主要渠道 主要是陆路和水路 前者是通过火车和卡车 经波兰拉到波罗的海的延安 再转海运 很明显这条渠道的效率比较低下 而只有水路的话 则是在雷尼和伊斯梅尔这两个内核港口装船 然后沿着罗马尼亚境内的苏利纳运河出海 这个模式就相对更有效率 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 因为这两个内核港口的吞吐量极为有限 现在已经有一大堆的船只 在苏利纳河口排队等待了 而且其中的一些出来之后 还得到康斯坦查 换装大型远洋货轮 本来船舶去战区的保价就更高 现在还要空耗时间 必定会推高粮食单价 而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 正是蛇岛 因为它刚好恶守到苏利纳河的出海口 同时也是奥德萨南下航线的必经之地 所以从长远来看 即便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西方国家也一定会为打通 吴南部的封锁做更多的努力 至少需保证吴西南海岸线100公里内的 并夺得蛇岛的控制权 换言之 这就是要帮助乌克兰 建立稳固的A2AD能力 而打通南部的出海口 并不只是对西方国家有利 对于乌克兰更是如此 首先这也符合乌军在陆地上 先南后东的总体态势 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罗马尼亚方向 似乎很少有武器输入 那是因为乌洛两国的戒河多脑和尚 并没有连接两边的桥梁 真要运输还得换船 而如果能有一条 从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出发的 收到保护的海运航线连接奥德沙 那将会使得乌克兰取得更多更重型的装备 另外 这条航线路人掌握在乌克兰的手中 将会为其增添一个左右国际政局的重要筹码 凭借如今的一腔热血 西方人是在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但这样的支持究竟能持续多久 6个月 一年还是两年呢 我当然希望是永远了 终身一辈子 真的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排除会有某些绥靖派政客 打着和平与民生的旗号 逼迫乌克兰出浪离异 没办法 这就是民主体制的天生缺陷嘛 所以现在的西方和乌克兰 都把目光投在了南部的海面上 就好理解的多了 所以我看接下来黑海舰队的那些长根圣菜 有被一扫而空的危险 有盖瑞蛇岛真的一组了 那就意味着有一整支海军 被一个没有海军的军队 拿捏得死死的 那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啊 当然啦 这样的战力打出来 其实并不只有俄罗斯着殃 商机提的高 一看就会说啊 我靠鱼杀就挺好用的 干嘛要花钱开发什么拉斯姆 你们这帮败家的玩意儿 给我砍啊 所以俄乌战争的定律就是 俄箭长眠黑海底 美国三军造了一批 横批 终获赢 那我的研究是 2030年左右 我们制造业总量将炒口全人类 所以2030年之后 从制造业指标看 地球上只能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中国 一个叫外国 最终有一天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整个美国的工业重产值 可能就相当于广东省 整个日本可能还赶不上整两省 可能相当于福建省 然后可能 比如说那个时候 澳大利亚就相当于咱们杭州市 新西兰可能属于 就相当于渔瑶区 这就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就是个早晚的问题 只要不犯错 我们会赢的 知道吧 我们会赢的